国际著名的维也纳交响乐团 启动了今年的亚洲巡回演出 首战就选择在台湾 而在台唯一的凉床演出 5月底将在彰化登场 深受乐迷期待 优美的旋律响起 这是维也纳交响乐团 所演奏的罗希尼歌剧 威廉泰尔续曲 维也纳交响乐团 今年亚洲巡回表演的首战 选择落脚台湾 而唯一的两场就在彰化 让中台湾民众 能够一睹世界级交响乐团的风采 除了说是百年名团 而且是演奏大家喜欢的经典曲目之外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亮点就是 时尚最杰出的女指挥家 Simonan Young 她是维也纳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 她也会到现场来指挥演出 维也纳交响乐团这次带来的曲目 有贝多芬第三号交响曲英雄 布拉姆斯的第七号交响曲 舒伯特 萨拉曼卡之有序曲等 深受乐迷期待 维也纳交响乐团非常有特色 这个乐团最大的特色是 它的弦乐的音色非常漂亮 演奏德奥作曲家的作品 可以原汁原味 金银剔透 特别是贝多芬跟布拉姆斯 晚年的创作都在这个氛围里面 彰化迎接国际重量级艺文团体 省政府表示 只要拿当地消费的发票 就能兑换门票 要让愿民们大饱耳福 新浪海电视野喜红 陈一真 台湾中号报道